杨老爷子是杨家的顶梁柱 如果杨老爷子走了 杨家其他旁系肯定会出手打压 届时 整个杨氏大家族都会发生动荡 虽然慕友荣看起来挺年轻的 但是他说的手里头 有可以治好杨老爷子的药 杨大年实在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慕小姐 您的药真的可以治好家父 杨大年有些担心地问道 慕友荣点点头 杨先生 除了我 恐怕没人能治好杨老先生 杨大年接着道 那能不能请慕小姐 把药拿出来我看看 慕友荣点点头 从包里拿出一个小木盒 小木盒看起来很古朴 将木盒打开 直接木盒里躺着一个黑色药丸 外形看起来像极了麦力素 杨大年皱了皱眉头 舅 就这么一颗药丸 真的可以治好我父亲 慕友荣笑着道 您可别小看了这枚药丸 这可是一枚灵药 我可以保证 杨老爷子只要吃下这颗药丸 就可以要药刀病除 系统是很强大的存在 从系统里兑换出来的药 在外面根本买不到 肯定能药到病除 杨大年还是有点不敢相信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也太神奇了 要知道 父亲的病 就连国外的教授都束手无策 那这个药有副作用吗 杨大年问道 慕友荣愣了下 他只知道这个药 能医好杨老爷子 有没有副作用 他还真的不知道 但是这个时候 就算有副作用 也只能说没有 要不然 怎么让杨家人信任他 而且 杨老爷子都这么大年纪了 就算有副作用 也没有多大关系 慕友荣笑了笑 接着道 杨先生您放心 这个药对人体 没有任何副作用 为了让杨大年信任自己 慕友荣接着道 杨先生 实不相瞒 我是神医化陀的传人 这个药 是我家祖上 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 化陀的传人 神医化陀 一向只存在于历史课本中 杨大年没想到 有朝一日 会看到神医化陀的传人 他说的话 有几分可信多 还有 无缘无故的 慕友荣为什么会主动找上门 还要把祖上传下来的药 送给杨老爷子 看出杨大年的疑惑 慕友荣接着道 人不做无用之事 如果您想问我 为什么要把家传神药 送给杨老先生的话 我会告诉您 我需要杨家的帮助 雨落 慕友荣又补充道 当然 在杨老爷子 没有完全痊愈的时候 我不会向杨家 索取任何帮助 说到这里 慕友荣顿了顿 抬头看向杨大年 所以 杨先生 您不用担心我在骗您 因为骗您 对我没有任何好处 文言 杨大年放心了不少 毕竟慕友荣是有所图的 他最怕无缘无故的无所图 另一边 杨老爷子听说 不远处正在雪地里撒欢的小姑娘 正是那天 在飞机上救人的人时 眼底露出不可思议的光 他看着那孩子 和普通孩子没什么区别 都有爱玩的天性 见到雪就兴奋到不行 原来他竟有这个本事吗 老爷子 我上次就听到小姑娘说 终于讲究医员 咱们今天再次在这里遇见他 说不定就是一种缘分 要不然 就请他给您看看吧 孙福年劝说道 杨老爷子本对自己的身体 不抱任何希望 文言 他的眼底多了一层西迹 既然是这样 那咱们就过去一趟吧 见老爷子终于松口 孙福年激动不已 已经顾不着天上还飘着大雪 搀扶着老爷子的胳膊 走 咱们快过去 二人来到叶卓身边 小神医 叶卓正捏了个雪团子 准备杂铃沙沙 文言 他赶紧放下雪团子 两位老人家 请问你们是在叫我吗 孙福年点点头 是的 小神医 你是姓叶对吧 我是姓叶 神医不敢当 叶卓接着道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孙福年接着道 我姓孙 这是我们家老爷子 之前我们在飞机上 见过小神医你 一年前 我们家老爷子 在一年前被检查出不治之症 小神医医术高明 请问小神医能不能出手 为我家老爷子看看 就在这时 林莎莎从不远处跑过来 卓卓怎么了 叶卓言简意该地 将情况说明了下 而后道 麻烦老人家把手伸出来 我枕下脉 林莎莎知道叶卓会医术 也就没有多问 站在一旁 安安静静地等叶卓 养老爷子将手伸出来 叶卓轻轻搭上 养老爷子的手腕 凝神听脉 须于 叶卓松开老爷子的脉搏 孙福年赶紧问道 怎么样小神医 叶卓道 老爷子的病 不是简单地吃药就能调理的 需要配上针灸 如果二位信得过我的话 可以留个地址 明日我上门给老爷子针灸 虽然京城这趟来京城 时间挺赶的 如果腾出时间 给养老爷子治病的话 就没什么时间完了 但他毕竟是个医生 身为医者 无论什么时候 都不能见死不救 闻言 孙福年和养老爷子 相互对视一眼 两人均从对方眼底 看到了希望 孙福年的眼眶都红了 如梗在喉 明明有很多话想说 偏偏又一句话 都说不出来 这么说 我的病可以治好 养老爷子 努力地让自己镇定下来 叶卓微微点头 可以这么说 养老爷子的病 虽是不治之症 但在叶卓的手里 还真算什么大毛病 在他看来 有要可医的病 都不算大病 养老爷子努力地 让自己镇定下来 小神医 那你有几分把握 虽然叶卓 就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但是却给人一种 连成年人身上 都没有的稳重感 莫名地让人心安 都说山不再高 有先则灵 医术和见识也是一样 年龄的大小 并不能决定能力 有的人活了一辈子 说不定还不如一个孩子 养老爷子也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回事 明明才见过叶卓一次 却这么地相信叶卓 叶卓语调淡淡 嗯 七成 语调虽然很浅 也很淡 却质地有生 养老爷子生病这么长时间 这是第一次看到希望 领冬结束 万物复苏 春暖花开 养老爷子接着道 小神医 你住在哪里 明天什么时候有空 我让司机来接你 叶卓报了自己的地址和电话 孙福年赶紧拿出手机记下 小神医 那我们明天上午九点半 派司机过来接你们 你看可以吗 叶卓微微汗手 可以 语落 叶卓接着道 对了 我这次匆匆来京城 也没什么准备 您这边还需要准备一套真酒用具 叶卓这次是来京城参加庙英的周年晚会的 没想到会遇到养老爷子 自然也就没准备医疗设备 孙福年问道 请问小神医对真酒用具有什么要求吗 普通的银针就行了 叶卓回答 孙福年点点头 好的 杨老爷子本还想请叶卓和灵莎莎吃饭 但叶卓婉拒了 杨老爷子回到庄园 穆有容还没走 家里来客人了 得知自己的病友被治愈的希望 杨老爷子心情不错 笑看边上的庸人 见到杨老爷子 杨大年赶紧迎了上去 爸 您可回来了 杨老爷子拍拍身上的血 疑惑得道 你在等我 不是我在等您 是有一位贵人在等您 杨大年将杨老爷子带到客厅里 爸 这位是神医画陀的传人 穆小姐 神医画陀 杨老爷子轻轻皱了皱眉 他生病这段时间 有不少名医过来 毛遂自荐 但就没一个 是有真本事的 对于这些自称是名医 并且毛遂自荐的人 杨老爷子 是一个也不相信的 杨大年接着道 爸 穆小姐带了祖传的神药过来 这个药一定可以 让您恢复健康的 话到此处 穆有容适时地站起来 杨老爷子您好 我姓穆 刚当他之所以不站起来 是有意在摆架子 他毕竟是神医画图的传人 如果太过主动的话 岂不是太掉价 穆有容活了两世 早已不是当初 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儿 杨老爷子随意地点了头 然后朝杨大年道 我已经找到 可以治好我的病的神医了 这位穆小姐 你可以让他回去了 爸 杨大年看出了 杨老爷子的不信任 爸 您相信我 穆小姐真的是 神医画图的传人 他调真的可以治好你 经过一番了解 杨大年觉得 穆有容的谈吐和举止 都不像一个 十几岁孩子该有的 所以 杨大年非常信任穆有容 神医画图本就不是普通人 那么他的传人 自然也不是什么普通人 穆有容勾纯笑了笑 我年纪小 杨老先生不信任我 也是正常的 但有一点我可以保证 我绝对是画图的传人 杨老先生 我今年才18岁 说一句不自谦的话 您见过哪家18岁的孩子 由我这般镇定自持 文言 杨老先生抬头看向穆有容 如果他今天没见过叶卓的话 肯定会认为 穆有容是个极其优秀的后辈 正如他所说 可没有几个18岁的孩子 有他这样的镇定 他的谈吐也不像个孩子 可是 见过叶卓之后 杨老爷子也不觉得惊讶了 因为跟叶卓比起来 穆有容差的不是一点半点 他太骄傲了 神医画图的后人 会这么骄傲自满 杨老爷子道 年轻人自信是好事 但你知不知道 过度的自信 其实是自负 老头子 真是豪大的口气 如果不是为了给系统升级 真以为他愿意就他呢 他现在不感激他也就算了 现在反而出言侮辱他 狗咬吕洞兵 不时好人心 但是为了给系统升级 穆有容也只好硬生生地咽下这口气 杨老爷子 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 您可别不愿意听 您的病 除了我的药之外 根本无药可医 前台词便是 如果错过了他 等待杨老爷子的便是一个字 死 死 谁不怕 如果今天杨老爷子没遇到叶卓的话 今天或许会相信穆有容一次 但是 他遇到了叶卓 叶卓比穆有容沉稳 比他靠谱 而且 杨老爷子也不相信 一颗小小的药丸 就能治好他的病 如果他的病是一粒药丸 就能解决的话 也就不至于拖到现在了 穆小姐 不是我不相信你 而是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大年 送客 吧 杨大年为难地看向杨老爷子 杨老爷子微微皱眉 我的话现在不管用了是吗 穆有容轻轻一笑 站出来道 杨先生不用为难 我走就是 医者父母心 这颗药 我给杨老先生留下了 希望杨老先生早日康复 说完这句话 穆有容转身就走 他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杨老爷子肯定会吃下 他留下的药 不过是时间长短的原因而已 因为除了他的药 这个世上 根本就没人能治好杨老爷子 人到了兵临死亡的时候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机会 他也不会放过的 所以 杨老爷子肯定会吃下他的药 等杨老爷子痊愈后 肯定会因为今天的行为 赶到后悔 他等着杨老爷子 亲自去云津 给他赔礼道歉的那天 自打自敛 到时候 场面一定非常精彩 穆有容勾了勾唇脚 杨家庄园 看着穆有容留下来的那盒药 杨老爷子微微皱眉 扶您 拿去扔了吧 孙扶您点点头 好的老爷子 杨大年立即阻止道 爸 这可是化脱神医留下来的药 多少人求都求不来 好歹也是穆小姐的一番心意 您怎么能说扔就扔吗 杨老爷子精明一事 可惜 这个大儿子 却是个不太长脑子的 撑不起来门面 要不然 也不至于杨老爷子一出世 杨家就面临树倒胡孙散的场面 杨老爷子淡淡看他一眼 这种三无药品 你想吃死你老子 穆有容带过来的药 除了一个盒子之外 再也没有其他标签 可 可可穆小姐说他是化脱神医的后人 杨老爷子目嗤一声 我说 我是玉皇大帝 你信不信 四十多岁的人了 半点脑子也不长 别人说什么 杨大年就信什么 如果不是杨大年 和他年轻的时候 长得很像的话 杨老爷子都要怀疑 这个儿子是不是他亲生的 因为两人除了长得有点像之外 其他方面一点也不像 杨大年被骂得冷汗沉沉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孙敷年 把药拿去扔了 就在这时 杨老爷子突然回头 敷年 先别扔 毕竟是别人的东西 扔了也不太好 万一穆有容回来找他要 他拿什么还 到时候肯定有得扯皮 孙敷年点点头 见此杨大年松了口气 老爷子 这是愿意吃穆有容给的药啊 就在杨大年以为杨老爷子 愿意相信穆有容的时候 杨老爷子接着补充道 好好收起来 以防万一那个穆小姐再回来拿 杨大年很想为穆有容说几句话 但是又没那个胆子 很快便到了第二天 杨家的车准时等在酒店楼下 叶卓将大一披上 莎莎姐你 跟我一起去吧 反正你一个人在酒店待着也没事 林莎莎道 卓卓你是去治病救人 我什么都不会 会不会给你添乱啊 叶卓笑着道 怎么会 我在那里一个人都不认识 莎莎姐你在的话 刚好可以给我壮壮胆 林莎莎一想也对 叶卓一个小女生 万一被欺负了怎么办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行 林莎莎从床上跳下来 卓卓我跟你一起去 林莎莎从床上跳起来 快速地穿上羽绒服 跟叶卓一起来到酒店楼下 刚走出酒店一楼 一名穿着西装的年轻人 就立即走了过来 请问是叶小神医吗 叶卓微微点头 我是 年轻人做了个请手事 神医这边请 叶卓拉着林莎莎的手 提步上前 这是一辆很豪华的小轿车 车头上的小金人 在一片挨挨白雪中 格外的显眼 卧 卧槽 劳斯莱斯 林莎莎吞了口口水 京城的有钱人也太多了 来到锦绣庄园 林莎莎直接就惊呆了 庄园城堡什么的 她只在小说里看到过 没想到 今天作者劳斯莱斯 来到传说中的庄园了 这要是说出去的话 肯定没人相信 林莎莎紧张地眼观鼻 鼻关口 口关心 也不敢东张西望 生怕给叶卓丢人了 没一会儿 就到了庄园内部 杨老爷子早就坐在客厅里等叶卓 一听到外面的汽车声 他赶紧站起来 福年 我们一起去接接小神医去 孙福年赶紧跟上杨老爷子的脚步 来到门口一看 果然是叶卓来了 小神医 林小姐 快里面请 杨老爷子赶紧迎着两人进去 许是因为得知自己的病 又治愈得希望的原因 相比昨天 杨老爷子的精神好不少 孙福年让佣人拿来一个木箱 小神医 这是您昨天让准备的针灸用具 您看看 这个行不行 叶卓放下手中的杯子 打开木箱看了看 工具很齐全 就这些就可以了 爸 这就是您说的那个 可以治好的您的神医 就在这时 空气中出现杨大年的声音 杨大年本以为父亲真的找了个神医 没想到 这个神医就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这像什么话 一个小孩子 能有什么医术 穆友荣至少是神医画头的传人 这个孩子是吗 他这个父亲 真是越老越糊涂 放着真正的神医不相信 去相信一个孩子 不得无理 杨老爷子沉声道 快给小神医道歉 杨大年觉得杨老爷子病了 而且病得不轻 居然让他给一个孩子道歉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爸 您确定这个孩子能医好您 万一出了事 谁负责 跟话托神医比起来 杨大年自然是愿意相信神医的 一个孩子算是怎么回事 你给我闭嘴 雨落 杨老爷子回头看向叶卓 裴笑道 那个混账的话 小神医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既然选择相信你 就会相信到底 小神医我已经写好免责书了 任何手术都会有风险 如果针灸过程中出现问题的话 跟小神医你没有任何关系 医者最需要什么 最需要的是信任 杨老爷子不想让叶卓有任何压力 而且 他年纪也这么大了 所以 他便提前写好了免责书 爸 您太糊涂了 杨大年气得不行 杨老爷子指着门外 愤怒地道 你给我滚 见杨老爷子真的生气了 杨大年也不敢多说什么了 他了口气道 爸 希望您不要后悔 杨老爷子懒得理会杨大年 转头看向叶卓 小神医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治疗 就现在吧 叶卓眉眼依旧 他一直都是负神色淡淡的样子 就算面对杨大年的质疑 他也没有胆怯 好 杨老爷子接着到 小神医这边请 杨老爷子生病一年多 家里准备了个专供治疗的无军房 叶卓跟上杨老爷子的脚步 无军事是不能让外人进去的 怕林莎莎等在外面着急 杨家管家带林莎莎去阳光坊赏花 顺便看电影 林莎莎再一次感受到了 有钱人的奢侈 无军房 杨老爷子躺在病床上 叶卓将医药箱里的银针拿出来 杨爷爷 我马上就要给您扎针了 不会太疼 您不要紧张 好的 杨老爷子点点头 第一针在太阳穴 叶卓捏着银针 慢慢碾入眼藏在皮肤下的血管里 冬日的血光从窗外照进来 照在叶卓认真的眉眼上 使那本就白皙的肌肤 此时更加白皙不已 杨老爷子只感觉太阳穴处 传来一阵刺痛 然后眼皮子越来越重 最后 他就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不一会儿 杨老爷子全身的各大穴位上 就扎满了银针 但是 还不够 叶卓依旧一针 接着一针的扎进了穴位上 明亮的光线下 可以清晰地看到 本是银色的针 此时正在慢慢变黑 叶卓的额头上 也起了一层薄汗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待杨老爷子再次醒来的时候 墙上的钟表 已经指向下午两点了 已经过去五个小时了 杨老爷子一愣 就在这时 叶卓从边上走过来 明醒了 现在感觉怎么样 杨老爷子从床上坐起来 我感觉 他试着活动了下筋骨 胳膊不疼了 头也不晕了 全身上下都非常轻松 这种轻松感 自从得病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感受过 小 小声音 我这是好了 杨老爷子不可思议地看着叶卓 能算是好了一半 如果想完全痊愈的话 还得喝一阵子中药 这是药方 雨落 叶卓将刚刚写好的药方 递给杨老爷子 杨老爷子双手接过药方 微微一愣 这姑娘不仅一数好 字写得也是一顶一的好看 就连他这个长年练字的老头子 也自叹不如 孙福年还等在外面 叶卓走出去开门 小声音 老爷子怎么样了 叶卓微微一笑 杨爷爷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孙福年非常高兴 立即跑进去 老爷子 杨老爷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福年 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 我是真的好了不少 小声音说 只要再吃一段时间的中药 就可以完全痊愈的 太好了 太好了 两个已经年过古稀的老人 相拥在一起痛哭 管家这边 早已经让人准备好了丰富的午餐 忙活了五个小时 滴水未尽 叶卓确实饿了 也就没有拒绝 我朋友呢 管家道 已经让人去请林小姐了 您先用餐 好的 不一会儿 林莎莎就过来了 卓卓怎么样 叶卓笑着道 非常成功 林莎莎激动得道 卓卓你真是太厉害了 过了一会儿 杨老爷子和孙福年也来了 并且准备了丰厚的报酬 就连林莎莎都有礼物 叶卓也就没拒绝 杨爷爷 要一定要按时吃 您现在还没有完全恢复 千万不要放松警惕 杨老爷子点点头 好的 来到酒店 林莎莎将杨老爷子准备的礼物拆开 惊讶得瞪大眼睛 这 这是BL宝月限量版的手镯 BL宝月是著名奢侈品品牌 这款限量版手镯 售价六位数 叶卓瞄了一眼 好像是吧 我这里还有手表和项链 卧槽 我不能要 这个太贵重了 林莎莎将手镯推到叶卓面前 叶卓笑着道 莎莎姐 杨爷爷给你的 你给我做什么 林莎莎道 这个是杨老爷子 为了感谢 你治好了他送给你的 我不能要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这个手镯 要二十多万呢 早知道杨家准备的礼物 这么贵重的话 林莎莎是怎么也不会收的 毕竟 她什么都没做 她不但什么都没做 反而还吃了很多好吃的 叶卓接着道 莎莎姐 既然是杨爷爷送给你的 你就收着吧 你要是现在还回去 人家肯定会误认为你 是在嫌弃他们的送的礼物 反而会弄巧成桌 啊 林莎莎根本就没想到这一茬 还会这样吗 可是我什么都没做 就算这个手镯 不能还给杨老爷子 我也不能要 卓卓 这个手镯的主人应该是你 叶卓非常认真的点头 接着安慰林莎莎 莎莎姐 你肯陪我去杨家为我壮胆 就是帮了一个最大的忙 如果不是你陪着我 我一个人才不去杨家呢 真的吗 林莎莎问道 真的 叶卓点点头 好说歹说 林莎莎才收下了那个手镯 两人又约着网上去逛附近的夜市 虽然白天下过雪 但下雪天逛夜市更有一番滋味 另一边 林家 冯倩华照常来给林老太太送养生汤 老太太喝了养生汤后 就睡下了 冯倩华转身来到屋外 吩咐庸人打扫屋子的动作都清闲 不要打扰到了林老太太休息 庸人们恭敬地点头 冯倩华是谁 在林家这些庸人的心中 冯倩华就是这个家未来的女主人 当家主母 而冯倩华也是摆足了女主人的架子 只会起庸人来 那叫一个得心应手 比在冯家还要气派 倩华小姐 喝茶 张嫂端来一杯茶 冯倩华笑着 结果张嫂递过来的茶 张嫂乘机在冯倩华耳边 低语了几句 冯倩华脸色一变 放下杯子就往门外走 张嫂立即跟上 两人来到林家后花园的一个假山里 冯倩华皱着眉道 您确定 林泽是这么跟老太婆说的 张嫂点点头 我亲耳听见的 冯倩华的眉头皱得更深了 林泽这孩子 就是一头天生的白眼狼 在很小的时候 他心疼那孩子没有亲生母亲 想着从冯仙仙那里 云一口奶给林泽喝 可林泽宁愿喝奶粉 也不愿意喝一口 这么多年来 他对林泽可谓是掏心掏肺 万般讨好 可林泽居然说出 所有人都可以当他的继母 就他不行的混账话 果然是应了那句话 别人的孩子 无论怎么样 都养不熟 他对林泽那么好 可林泽到头来 却恩将仇报 反咬一口 真是一头白眼狼 张嫂回头看了看四周 接着道 看来 你想嫁到林家来 走林泽这条路 是不行了 这个不用您说 我也知道 以前冯倩华将林泽当成 是他嫁到林家的踏板 现在这块踏板 有了自己的想法 自然是不能用了 张嫂接着道 所以 你现在唯一的希望 就是老太婆 趁着老太婆 现在还能主事 赶紧嫁到林家来 你和景成都还年轻 趁早生一个大胖小子 到时候 先先嫁到岑家去 你和景成的儿子 继承林家的大业 到时候 你就是全京成最尊贵的女人 至于林泽 让他奶凉快奶待着去 文言 冯倩华点点头 张嫂说得很对 林泽靠不住了 她现在只能靠 林老太太对她的喜欢 赶紧嫁到林家来 早点生下一个 属于她和林景成的孩子 才是最重要的事 和张嫂说了好大一会儿 瞧着林老太太快醒了 冯倩华才回到前厅 刚进去 就听到林老太太 苦口婆心地劝林泽 阿泽 你看你冯阿姨 今天又带着养生汤来看我了 就我这身子骨 如果不是她的话 我早就死了 林泽一言不发 你冯阿姨嫁给你爸 有什么不好 你这孩子 为什么就不能懂事一点 你要是有仙仙一半懂事 咱们家也不至于 现在这样七零八散的 在冯老太太眼里 冯仙仙比林泽懂事太多 至少冯仙仙 从不阻止冯倩华 嫁到林家来 哪像林泽 冯倩华是个好女人 倘若她能嫁到林家来的话 林家肯定得现在幸福 现在的林家 哪里像是一个家 分明就是个冷冰冰的屋子 这都怪叶叔 林泽之所以这么不懂事 都是因为随了叶叔的性子 叶叔要是个好女人的话 当年就不会勾得林景成未婚生子 想到这件事 林老太太就气得心疼 他们林家本来是和和睦睦的一家 母慈子孝 叶叔就是个贱人 林泽没接林老太太的话 只是道 奶奶 我还约了同学一起吃夜宵 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雨落 林泽转身就走 正好在外面碰到了冯倩华 冯阿姨 林泽不冷不淡地打了声招呼 冯倩华还是跟从前一样 满脸笑容地道 阿泽要去哪呀 阿姨做了你最爱吃的芙蓉糕 现在还热着呢 要不要吃点 林泽没回答他 头也不回地走了 张嫂跟在后面道 最近几天小少爷心情不好 倩华小姐 你不要在意 其实小少爷心里还是很在乎你的 冯倩华笑着道 我知道 阿泽这孩子随他爸 面冷心热 对了张嫂 那芙蓉糕你记得给阿泽留着 这话听得林老太太心里十分不是个滋味 倘若林泽真的是面冷心热 也就算了 可林泽就是不喜欢冯倩华 甚至还口出狂言 真是枉费冯倩华还那么喜欢他 什么好东西都第一个紧着林泽 他对得起冯倩华吗 林老太太叹了口气 冯倩华笑着走进来 林一 您看什么气呢 林老太太眼底浮现出几分忧愁 我是在担心阿泽这孩子越来越不懂事了 将来会不会步入歧途 毕竟有叶书那样的跟在 加上今天的言行 林老太太是真的非常担心 冯倩华笑着安慰他 林一 阿泽是个非常懂事的孩子 就是有点不善于表达 您不用担心 张嫂接着道 老太太 想让小少爷变懂事点 这不是很简单吗 您根本不用烦恼 怎么说 林老太太抬头看向张嫂 张嫂接着道 长言道 居微思安 现在家里就小少爷一个孩子 娇生惯养的 小少爷有点不懂事 也正常 倘若倩华小姐 能再给小少爷添个弟弟的话 小少爷变成哥哥 有了威胁感 自然会变懂事的 您说说 这是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林老太太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冯倩华有些不好意思的道 张嫂 林一 您可别听她乱说 林老太太笑着道 我觉得张嫂说得挺对的 倩华 你说 你要是能给我们 景成生的孩子的话 该有多好 冯倩华和林景成的孩子 一定会非常聪明 林老太太越想越激动 夜市 林泽和李文二狗子 还有胖虎坐在一张小圆桌前 吃关冬煮 冬日的夜晚 寒冷无比 来一口飘着红油的关冬煮 感觉全身的毛孔 都跟着张开了 温暖无比 泽哥 二狗子 胖虎 来我们碰一个 李文端起桌子上的烧酒杯 林泽跟着一起举起杯子 将里面的烧酒一椅而已 啄酒入喉 有种说不出来呛 泽哥心情不好 林泽没说话 李文接着道 堂纸的事情还没查好 你说 你奶奶不会真的让你爸爸 那个女人娶回家 给你添个妹妹吧 很有可能 林泽握着烧酒杯 林老太太非常喜欢冯倩华 依照目前的形式 冯倩华嫁过来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二狗子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人 只好道 其实多一个妹妹也挺好 我不喜欢妹妹 话别说得太满 二狗子接着道 万一哪一天 泽哥你变成没空了呢 你想太多了 林泽踢开凳子 我去一下卫生间 看着林泽的背影 李文拍了二狗子一下 泽哥他最烦小女生 尤其是 妄想给他当妹妹的女生 因为冯仙仙的原因 林泽从小对妹妹这个字眼 就没什么好感 甚至在学校 都不喜欢跟小女生打交道 二狗子挠了脑脑袋 那我下次说话注意点 夜市这边有公共的卫生间 林泽洗完手出来 不小心跟一个人撞上了 他下意识想把那人扶起来 没想到 那人也是恋家子 居然先他一步 扶住他的手 你没事吧 很好听的声音 林泽抬头一看 便到一张眉眼如画的脸 林泽 媚控 媚控是什么玩意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媚控 不久之后 我妹妹出来乍到 谁都不许欺负我妹妹 我妹妹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妹妹 我妹妹连放的屁都是香的 淡淡灯光照在她的脸上 镀上一层薄薄的光玉 清俊如玉 林泽没想对方是个年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生 在林泽的印象中 小女生一般都是娇娇弱弱的 一个女生居然有这么敏捷的反应力 有些让人刮目相看 虚余 林泽才反应过来 抽回自己的手 就在这时 从不远处跑来一个年轻女子 穿着米黄色羽绒服 啄啄 怎么了 叶卓微微回眸 看向林莎莎 没事 雨落 叶卓看向林泽 你怎么样 我也没事 林泽轻轻摇头 那就好 叶卓微微一笑 听林泽说自己没事 叶卓便跟着林莎莎一起走了 林泽看着两人的背影 有那么一瞬间的威冷 而且 这明明是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 可林泽却从他身上 感到一股的莫名的亲和力 就好像 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一样 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 难道 是错觉 林泽就这么看着前方 直至两人的背影 完全地消失在人群里 他也没有回过神 泽哥 看什么呢 李文走过来 拍了下林泽的肩膀 林泽这才反应过来 啊 没什么 李文好奇地往林泽刚刚看过的方向看去 并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地方 也就没有多想 走了泽哥 我们喝酒去 林泽跟上李文的脚步 心里藏着是 林泽喝了不少的酒 几人都有些微醺的状态 都是些十八岁的少年 家教特别严 喝成这样 自然不能回家的 刚好二狗子的父母出差去了 于是三人便商量着 去二狗子家 明天是周六 也不用担心上学 来到二狗子家 随便洗了个澡 是让全部挤在一张床上 没一会儿就呼呼大睡了 等林泽一觉醒来 外面的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 有些刺眼 屋内的打酣声 此起彼伏 十八岁的男生 打呼噜的声音 一个比一个响 林泽拿起手机一看 现在已经十点半了 二狗子已经起床了 就剩下他和胖虎 还有赵文还睡着 林泽捏了捏太阳穴 掀开被子 来到卫生间 开始洗漱 他来过二狗子家很多次 对二狗子家非常熟悉 洗漱好出来 二狗子从外面进来 一边摘下帽子 一边道 泽哥醒了 我买了早点 胖虎和蚊子 他们还在睡吗 林泽点点头 我去叫他们起来 二狗子将吃的放在桌子上 吐槽道 可真是够能睡的 从昨天晚上十一点睡到现在 你们是猪头胎的吗 二狗子一把掀开羽绒被 打开窗户 寒风从窗外灌进来 动得床上的两人直打哆嗦 很快便醒了过来 卧槽好冷 妈这么早你想干什么呀 二狗子笑着道 蚊子 你好好看看我是谁 还有 二狗子将洗好的衣服扔给他们 快起来 泽哥在外面等你们吃饭呢 李文不情不愿地将衣服穿上 胖虎一边穿衣服一边道 有没有买我最爱吃的肉包子 买了 二狗子点点头 你们快点 一会儿都该吃午饭了 四个男生中 二狗子属于贤妻良母型的 无论什么时候 他都能把琐事处理得紧紧有条 将其他三人照顾得很好 李文属于人生导师型的 他虽然学习成绩不太行 在为人处事这方面 特别出色 胖虎属于憨憨型的 没什么心眼 其他三人做什么 他就跟着做什么 林泽属于沉闷型的 平时话很少 但言出必行 男生洗漱非常快 还不到十分钟 两人就神清气爽地出现在客厅 开始吃早餐 就在这时 空气中响起一道急促的电话铃声 林泽放下咬了一半的包子 接起电话 也不知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林泽到了句 好的 就放下手机 抬头看向二狗子 你电脑呢 借我用一下 我去给你拿 须于 二狗子将笔记本电脑拿来给林泽 林泽接过电脑 来到落地窗前 就这么席地而坐 双手不断在电脑键盘上敲击着 胖虎好奇地道 你们说泽哥在干什么呢 神神秘秘的 谁知道呢 李文无奈地贪手 林泽经常这样神神秘秘的 他们三人也从不打破砂锅问到底 约莫十分钟左右 林泽拎着笔记本电脑走回来 一手按着键盘 一手啃包子 其他三人各聊各的 也不打扰林泽 吃完早餐 三人拎着书包 各回个家 林泽刚回到家 就碰上冯倩华 冯倩华关心得到 阿泽昨天晚上去哪了 我听你奶奶说 你一夜都没回来 谢谢冯阿姨关心 林泽的语调很淡 冯倩华接着道 阿泽 你现在正处于一个 对什么都好奇的敏感年龄 以后尽量能不要在外面过夜 就不要在外面过夜 要不然我和你奶奶都非常担心你 这个冯倩华 真把自己当成林家的女主人了 林泽的眉眼间 隐隐浮现出几分不耐 就在这时 林老太太的声音从里面传进来 阿泽 你进来一下 来了 林泽应了一声 往里面走去 林老太太坐在沙发上 脸色有些不好看 昨天晚上去哪里了 奶奶 我昨天晚上在同学家 在哪个同学家 林泽没回答 是那个叫二狗子的 林老太太接着问道 嗯 林泽点点头 林老太太将手上的茶杯 狠狠往桌子上一颗 滚烫的茶水 直接溅到她的手背上 奶奶 林泽被吓了一跳 赶紧拿纸巾 给林老太太插手 见词 林老太太叹了口气 阿泽 奶奶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奶奶不干涉 也不反对你交朋友 但是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二狗子是什么人 你是什么人 跟那样的人在一起 只会拉低你的身份 林泽的手一顿 奶奶 她是我朋友 她不是你朋友 林老太太怒声道 她和你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那个二狗子家 父母只是普通白领 在京城买了一套房子 还是贷款 这样的人 有什么资格成为林泽的朋友 穷人的身边都是穷人 到时候 林泽身边 就会围绕一堆穷人 当初她就是没有好好管束林景城 才导致林景城 不知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道理 最后和叶叔走到一起 门不当 户不对 还未婚生子 林泽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迟早有一天 会补了林景城的后尘 奶奶 二狗子是我的朋友 无论贫贵贱 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我希望您 不要用异样的眼光去看待她 你连奶奶的话 都不听了 林老太太心痛地看着林泽 她记得林泽小时候非常可爱 非常听话 她说什么 林泽去做什么 从什么时候开始 林泽开始忤逆她这个奶奶了 林泽看着林老太太 很认真的道 奶奶 我现在已经18岁了 我可以分辨是非了 我知道什么样的朋友该交 什么样的朋友不该交 你要是听奶奶的话的话 就跟那个二狗子绝交 很抱歉 我办不到 林泽的表情有多淡 林老太太就有多生气 这让她想起了叶叔 如果林泽的母亲是冯倩华的话 她肯定不会这样忤逆自己 奶奶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房了 说完 林泽就转身走了 看着林泽的背影 林老太太气得脸都白了 冯倩华从外面走进来 安慰林老太太 林姨 阿泽还是个孩子 很多道理要等她 大了才会懂 您千万别生气 林老太太叹了口气 这孩子现在是越来越不像话了 整天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迟早有一天会被那些人带坏 还是先先懂事 从小到大 就没让你操过心 冯倩华笑着道 先先那孩子就是 看着懂事而已 其实也不省心 而且 女孩子本来就比男孩子要懂事早 提起冯倩卿 林老太太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 接着道 过些天 就是先先的生日了吧 先先可是我们林家唯一的孙女 到时候 我可得好好给她准备个礼物 林老太太早就将冯倩卿 当成亲孙女 所以言语之间 也就没有避讳 小孩子家家的 过生日要什么礼物 林姨 您可不许破费 林老太太称怪道 又不是给你准备的 我是给我孙女准备的 您以后可别说这种话了 冯倩华接着道 我知道锦城心里一直都有叶叔妹妹 林姨 我从来就没有妄想过 能嫁给她 我只要知道 锦城哥哥的幸福就行 文言 你莫老太太 看着冯倩华的眼底 多了层心疼 这都多少年了 这孩子还是这么善良 十八年前 但凡她争一下 就不会给叶叔可乘之机 由此可见 心态善良了 也不是什么好事 林老太太拍拍冯倩华的手 瞎说什么呢 你就是我心中唯一的儿媳妇 除非我眼 一闭脚一灯走了 要不然 锦城就别想娶别的女人过门 冯倩华已经为林锦城 浪费十八年的青春 林老太太 绝不允许她在空等十八年 思及此 林老太太再度叹气 倩华 你说 你整天陪在我身边做什么 你去陪陪锦城 对了 我让你给锦城熬了补汤 你一会儿给她送过去 冯倩华要是把心思 全都放在林锦城身上 估计早就嫁给林锦城了 锦城哥现在要尽心休养 我就不过去打扰她了 冯倩华直接拒绝 林老太太握住冯倩华的手 接着道 张嫂说得对 阿泽那孩子不知道居安思威 我还指望着你 再对我们林家天的孩子呢 林一 冯倩华红着脸道 您就别跟张嫂一起打去我了 我可没打去你 林老太太很认真的道 你和锦城都还年轻 生的孩子怕什么 雨落 林老太太又让佣人把补汤拿过来 递到冯倩华手上 去吧 快去 无奈之下 冯倩华只好带着补汤去找林锦城 车子在京城医院停下 冯倩华直接去七楼住院部 林锦城住的是VIP豪华套间 门口守着两个保镖 林锦城的保镖并不认识冯倩华 直接拦住了冯倩华 冯倩华笑着道 是林老太太让我来给锦城哥送补汤的 两个保镖相视对望眼 其中一个开门进去 没一会儿就出来了 老板说 让你把汤交给我就行 冯倩华冷了下 然后将保温筒递给保镖 那个 你们老板现在恢复得怎么样了 保镖很官方的道 老板恢复得很好 您不用担心 冯倩华的眼底闪过一丝阴霾 林锦城永远都是这样 不给他留一点点机会 如果不是他如此无情的话 当年 他也不会在一怒之下 嫁给了冯倩仙的生父 不过这一次 他绝对不会再松开林锦城的手 他一定会坐上林夫人的位置 一定 那个位置只属于他 冯倩华捏了捏手指 眼底闪着势在必得的神色 信号信号 另一边 因为答应了岑绍青 周六晚上会请他吃饭 所以叶卓白天出去逛了一圈之后 傍晚就窝在酒店里找餐厅 在网上找到一家口碑 还不错的素食餐厅 叶卓抬头看向林莎莎 莎莎姐 晚上我们出去吃 你请那个岑先生吃饭 林莎莎问道 叶卓微微点头 林莎莎抱着手机道 卓卓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 叶卓疑惑地道 林莎莎接着道 岑先生那个人气场太强大了 我hold不住 每次只要坐上他的车 我都有种呼吸不过来的感觉 林莎莎这话 可不是在撒谎 她是真的有点害怕岑绍青 虽然岑绍青长得很帅 惊为天人 还一心向佛 吃素 但那种害怕 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 根本控制不住 可能 这就是血脉压制吧 雨洛 林莎莎好奇地道 卓卓 你就一点也不害怕岑先生吗 叶卓微微挑眉 这有什么好害怕的 她又不吃人 那种感觉 我也形容不出来 反正就是让人害怕 林莎莎接着道 你去吧 我在酒店等你 其实 林莎莎也是存了一点小心思的 岑绍青一看 就不是普通人 叶卓也不是普通人 虽然说岑绍青吃素 礼佛 但林莎莎看着就觉得 岑绍青对叶卓不一般 万一这两人日后 真的走到一起去了呢 她可不想留下来当电灯泡 莎莎姐 我们今天晚上去的 可是京城最有名的素食餐厅 你确定你不去 叶卓问道 确定以及肯定 林莎莎推着叶卓往外走 哎呀 卓卓你就别管我了 你快去吧 叶卓顺手拿起 挂在衣架上的帽子 戴在头上 莎莎姐 那我就先走了 嗯 林莎莎点点头 餐厅距离酒店并不是很远 走过去只要二十分钟就行 想到京城交通拥堵 所以叶卓也就没打车 而是选择走着过去 今天虽然是晴天 但是道路上的积雪 依旧没有融化 下午四点 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 阳光在雪地里 折射出金色的光芒 叶卓身穿黑色紧身裤 上面穿着一件白色针织衫 外面披着极细的米色毛泥大衣 头上戴着顶帽子 帽子前面有一层网纱 将如玉般的容颜 衬得若隐若现 过往的人群 皆对他投来注目里 二十分钟后 到达素食餐厅 来到约定好的座位 陈绍青已经来了 男人坐在靠窗座位 身穿一席素色长袍 手里撵着佛珠 目光淡淡地看向窗外 水晶灯光折射在 那棱角分明的五官上 使那本就俊冷的容颜 此时显得更加俊冷 好似周身都蒙上了一层薄冰 寒气射人 叫路过的服务员不敢直视 陈先生来这么早 叶卓走过来 陈绍青微微回眸 只比你早一两分钟 叶卓摘下头上的帽子 放在旁边的空位上 陈绍青伸手为叶卓倒了杯茶 提醒道 有点烫 叶卓轻身坐下 轻抿了口茶 入口清烈 回味甘甜 是好茶 叶卓又抿了一口 陈先生点菜了吗 女士优先 陈绍青将菜单递给叶卓 叶卓接过菜单 心底有些惊讶 以陈绍青目前在华国的地位 居然还秉持着女士优先的礼仪 真是太不容易了 因为这个地位的她 根本不需要讨好任何人 她在京城 甚至是整个华国 都是一手遮天的存在 可能 这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吧 叶卓点了几个自己比较 爱吃的小菜 将菜单递给陈绍青 陈绍青又加了两个菜 上菜的速度很快 叶卓也没跟陈绍青客气 拿起筷子就开始吃东西 逛了一天的街 这会儿也确实是有点饿了 她是那种不太注重吃相的人 怎么舒服怎么来 偏偏不注意往往呈现出来的 就是最美最自然的样子 陈绍青微微侧谋 入眼便是那人吃得专注的样子 这菜 真的有那么好吃 陈绍青加了一颗西兰花 慢慢咀嚼着 味道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可是 看她吃得那么香 陈绍青也不自觉多吃了一点 吃得差不多了 叶卓叫来服务员 麻烦再给我们来两份饭后甜点 服务员点点头 好的 陈绍青薄唇青起 上一份就行 我已经饱了 没关系 上两份吧 叶卓道 我一个人可以吃完 陈绍青 他怀疑叶卓压根就没准备给她点 甜点上来之后 叶卓就开始专心致志地吃甜点 陈绍青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么能吃的女孩子 她有四个姐姐 姐姐们为了保持身材 每次吃饭的是只吃一点点 跟喂小猫似的 甜点更是碰都不敢碰 导致陈绍青以为 女孩子的饭量都很小 没想到 并不是所有的女孩子 饭量都那么小 如果让那四个姐姐知道 她们每天结识这个不敢吃 那个也不敢吃 还没有人家胡吃海喝的人身材好的话 估计能气死 叶卓在吃甜点的时候 陈绍青就这么坐在椅子上 手里碾着佛珠 虽然谁也没说话 但气氛却一点也不尴尬 约莫十分钟后 叶卓吃完甜点 去吧台结账 却被告知 账已经被陈绍青结过了 叶卓看向陈绍青 陈先生 说好我请客的 您怎么去结账了 陈绍青淡淡一笑 修长的指尖 绕过红色的佛珠 谁结都一样 如果叶小姐真的过意不去的话 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个茶馆 叶小姐倒是可以请我喝一杯 我顺便向叶小姐讨教下棋记 叶卓微微挑眉 你要跟我下棋 陈绍青微微汗手 性感的猴杰上下滑动了下 嗯 叶卓拿出手机看了下时间 这回还没到七点 于是便点点头道 行 两人一同来到门外 陈绍青拉开副驾驶的车门 请叶卓进去 叶卓轻身进去 车子很大 也很空 如同陈绍青整个人一般 严肃得一丝不苟 没一会儿 就到了茶馆门口 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茶馆 陈绍青是茶馆里的常客了 刚进去 就被经理热情地接待 陈先生来了 这边请 经理一边说话 一边悄悄打量着叶卓 要么是和黎千东一起来 没想到这次陈绍青 居然带了个女孩子过来 而且 还长得这么漂亮 早就听说陈绍青 在云京有个未婚妻 难道 这就是陈绍青的未婚妻 短短时间内 经理的肚子里 已经有了一堆疑惑 来到陈绍青的专属雅间 雅间布置得非常素雅 目之所及之处 皆是古色古香的 一旁的暗机上 就摆着象棋 叶小姐请 叶卓微微点头 盘腿坐下 陈绍青就坐在他对面 经理端来泡好的金瓜供茶 茶颜鸟鸟下 将两人的面容 都称得模糊起来 论奇迹 陈绍青很明显 不是叶卓的对手 这才半局 陈绍青就已经溃不成军 如果让不知道的人看见了 还以为是陈绍青故意放水 陈绍青微微醋眉 我输了 叶卓笑着道 输给爸爸很正常 毕竟 只要爸爸不想输 就没人能赢得了爸爸 爸爸 叶卓居然想当的爸爸 陈绍青不可思议 看向叶卓 一句话说完 叶卓这才意识到 自己不是在直播 平时直播的时候 说爸爸说习惯了 没想到 居然在陈绍青面前失言了 看陈绍青一脸惊讶的样子 叶卓有些微冷 这个陈绍青 怎么跟个老年人一样 连爸爸的梗都不知道 陈先生平时不上网 也不看直播 看出了叶卓眼底的嫌弃 陈绍青轻咳一声 转移话题 如果叶小姐是我的话 刚刚那一步应该怎么走 当然是这么走了 其实不尽然 有的时候 一颗小卒就可以一花接木 轻松破局 比如这样 人生如棋 棋如人生 就像我们 不能随便小看任何一个人一样 原本已经成定居的棋盘 在这个时候 突然变得柳暗花明 陈绍青眼前一亮 也只起一子 落在叶卓的手边 下一步我应该这样 如果你的车过来的话 我的炮就吃了你的车 陈先生以为这样就赢了 叶卓微微挑眉 不然呢 陈绍青紧紧盯着棋盘 难道叶卓还留有什么后路不成 叶卓微微一笑 你吃我的车 我的马就可以将军 陈先生知道这叫什么吗 陈绍青没想到 叶卓居然真的留有后路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叶卓素白的指尖 粘起一枚棋子 语调淡淡 这招局中局叫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高 实在是高 陈绍青毫不吝啬地夸赞 好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叶卓谦虚地道 一般一般 是你太笨了 高高在上的陈五爷 人生第一次 被人指着鼻子说笨 而且那人还只是个小丫头 可他不仅没有不生气 反而道 是曾某目光短浅 没看到这出局中局 其实你奇迹算是不错的了 叶卓接着道 一般很少有人 能让我拿出真功夫 你算第一个 哦 不应该是第二个 第一个人 应该是那个叫 闲散居士的网友 那第一个是谁 陈绍青不着痕迹粗眉 叶卓言简一概 是我在直播的时候 遇到的一个网友 网友 哪个网友 是男是女 年龄多大了 住在哪里 他们有没有见过面 可能连陈绍青自己 都没意识到 自己不仅一连串想了 这么多问题 还促起了眉头 叶卓端起杯子 喝了口茶 陈先生现在不早了 我该回酒店了 陈绍青本 还想再来一局 听叶卓这么说 立即站起来道 我送你 那就麻烦陈先生了 叶卓站起来 穿上大衣 戴上帽子 陈绍青也拿起 挂在旁边的西装穿上 应该的 十分钟左右 车子在酒店前停下 叶卓下车 跟陈绍青道别 并且嘱咐他 路上开车注意安全 陈绍青微微汗手 我会的 叶卓转身往酒店走去 刚到酒店 林莎莎就八卦道 怎么样 和陈先生相处得愉不愉快 叶卓微微点头 还行 林莎莎上下 打亮了眼叶卓 觉得这两人非常有戏 一个帅 一个美 还都特别厉害 简直就是绝配 叶卓接着道 莎莎姐 咱们明天回去 你行李什么的 都准备好了吗 林莎莎点点头 放心 早都准备好了 第二天一早 两人就到达机场 飞机上 林莎莎有些忧愁的道 马上就要过年了 我还没找工作 卓卓 你说 我年后应该找个什么样的工作啊 林莎莎此前一直在工厂上班 工厂的生活枯燥无谓 每天都重复着做同一件事情 林莎莎想换一份工作 可是 她什么都不会 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叶卓微微抬眸 莎莎姐 你今年才二十岁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不会选择上班 我会重新捡起书本 读一年高三 参加后年的高考 考自己想考的大学 读自己喜欢的专业 毕业后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林莎莎惊讶地看着叶卓 可我今年都二十岁了 叶卓微微一笑 莎莎姐 你就比我大两岁而已 我今年才读高三 明年高考 你现在回去 好好把高中课程复习一遍 明年插班进高三 后年参加高考 也就比我第一季而已 二十岁 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 但是读书对林莎莎来说 是最好的出路 而且 现在不管去哪里上班 学历都是最重要的 将叶卓说得那么认真 林莎莎有些犹豫的道 卓卓 我真的可以吗 叶卓点点头 莎莎姐 只要你想学 我可以帮你复习 语落 叶卓接着道 对了莎莎姐 你上学时期的梦想是什么 林莎莎想了很久 以前 我的梦想是一名律师 那就努力朝这个目标进发 考上政法大学 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莎莎姐 你今年20岁 后年参加高考是22岁 大学毕业是26岁 如果你读研的话 专研两年学研三年 不管你读哪个毕业以后 都没有30岁 30岁 你是想活成自己想活的样子 还是想成为一名 每天需要为柴米油盐酱醋茶 操心的家庭主妇 卓卓 你不觉得我这个梦想很可笑 很天马行空吗 像她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会成为律师 林莎莎眼底浮现出几分自嘲 叶卓抓住林莎莎的手 不可笑 也不天马行空 没有梦想的人才可笑 文言 林莎莎突然想起了 自己参加妙音周年晚会的情景 坐在她身边的人 都在说着 她听不懂的话 什么金融 股票 当时 她就在想 如果她的学历再高一点 会不会就能听懂了 叶卓这番话 是一言 惊醒梦中人 林莎莎握着叶卓的手 卓卓 我听你的 莎莎姐 你想通了就好 想清楚要做什么之后 林莎莎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 历经五个小时的飞行时间后 两人抵达云京 因为知道叶卓的航班 所以叶森早早地变等在机场外 一看到叶卓和林莎莎 叶森就激动地迎过来 大外声语 莎莎 这边 叶卓拉着箱子小跑着过去 舅舅 林莎莎也跟着叫舅舅 叶森接过两人手上的行李箱 咱们快回家吧 叶森先将林莎莎送回去 然后才开车回家 叶叔今天没有上班 在家做了一大桌子好菜 等着叶卓回来吃 一个星期没见叶叔 一到家 叶卓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妈 想死你了 妈也想你 虽然才分开一个星期 但是对母女二人来说 却好像有一年那么长 吃完饭 叶叔将买给叶叔和叶森的礼物拿出来 两人虽然嘴里怪叶卓乱花钱 但心里还是非常高兴的 叶卓又将养老爷子送的礼物拿出来 妈 这是我一个病人送的礼物 里面都是一些首饰 你拿去带 妈都老了 带什么首饰啊 叶叔笑着拒绝 还是你们年轻人带着好看 叶卓道 妈 您哪里老了 您一点也不老 咱们俩走出去 别人都说 我们像一个姐妹花 再说 我还要上学呢 我们学校不让带首饰 最重要的是 这些金镯子金链子 我一个学生带着也不像样 如此一说 叶叔才同意收下这些首饰 晚上 叶卓打开直播间 准备直播象棋 刚登陆上账号 便发现 粉丝数居然从一千万 涨到了五千万 而且 他参加妙音周年晚会的直播 还被人剪辑成了一段视频 目前在妙音平台的点击量 已经超过了一亿 一打开评论 全是我叶V587 盛世美言 还有很多之前黑叶卓的 专门私信给叶卓道歉 叶卓小小的惊讶了下 便打开直播 因为习惯了不露脸 这次他还是没露脸 看了叶子的晚会直播 好爱好撒好美 叶子露脸啊 爱叶子一万年 用户 天塌地线紫金锤 1225 送出十辆跑车 用户 那个狗子呀 送出一辆跑车 叶子你怎么又不露脸来啊 我怕你们看了我的脸之后 就不关注我的奇异了 叶子你好自恋 但是我好喜欢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咱们叶子偏偏要靠才艺 叶卓播了一个小时 就下线了 穆有荣这边 一直紧紧盯着屏幕 直至叶卓下播 凭什么叶卓不但可以继续直播 而他就只能躲在屏幕后 悄悄窥视 他不服 就在这时 穆有荣的电话铃声响起 是经纪人赵涛打过来的 喂 涛哥 穆有荣接起电话 有荣 发生了那么大事 你是不是应该直播解释下 你知不知道 你已经掉粉两千万了 雨落 赵涛接着道 人生发生点波折很正常 而且 一开始 这些言论又不是从你这里传出来的 你也是受害者之一 对不起涛哥 我目前的状态 有些不适合直播 没有了万众瞩目 没有了美颜 也没有了象棋技能 让他拿什么直播 拿什么固粉 赵涛接着道 可是你这样 一直躲着不出来 也不能解决问题 沉默就代表默认 你知不知道 西塔拉那边 已经涨了五千万的粉丝了 穆有荣在巅峰期 也才三千万粉丝 叶卓目前都五千万粉丝了 穆有荣咬咬唇 一个月 涛哥 最多一个月 一个月后 我一定会回来的 给所有人一个满意的回复 一个月后 杨老爷子肯定会恢复健康 到时候 他肯定会亲在云京谢他 得到了杨老爷子感谢 他就可以收获信任值 升级系统 有了系统的帮助 他一定会比现在更耀眼 穆家也会在杨家的帮助下 更上一层楼 讨个叹了口气 行吧 你心里有数就好 时间过去很快 转眼就是一个月 正如穆有荣响的那样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远在京城的杨老爷子 恢复得非常快 于是 老人家便想 趁着过年前 来云京一趟 好好谢谢叶卓 当时叶卓留给杨老爷子一个号码 但是老爷子不小心 把号码弄丢了 他现在只知道叶卓信叶住在云京 并不知道他的具体地址 这段时间 穆有荣也日日让穆大兵 注意着京城那边的情况 那月25号的晚上 穆大兵带回来一个好消息 有荣 今天从京城那边来了一个大人物 说是来找神医报救命之恩 不过 说到这里 穆大兵顿了顿 他们要找的那个神医信叶 其他什么都对得上 就是信对不上 穆有荣眼前一亮 等了这么多天 终于让他等到好消息 爸您忘了吗 我以前就信叶 他们要找的叶神医 就是我 杨老爷子年纪大了 搞错信事很正常 毕竟他身世复杂 更何况除了他的药 杨老爷子根本无药可医 所以 杨老爷子肯定是来答谢他的救命之恩的 杨老爷子是杨家的顶梁柱 如果杨老爷子